香港人對於政治這個概念 一百年來自從民國以來 從未建立一個正確和平衡的概念 所以很多人以為政治是很陰暗的 政治很污蔑的 沒錯 當你見到中共毛澤東 怎樣去批鬥劉少奇、鄧小平 怎樣對周恩來兩面三刀 和江青四人幫那種 掀起紅衛兵運動 然後那個口號是充滿理想激情 共產主義 但是其實做的事是非常之卑劣 你都知道中國政治是很污蔑的 但是其實politics這件事 是不是一定要是臭臭呢 politics這件事可以說以英文來說 可以很intriguing 是很引人入勝 又不說很陰暗 是很古惑 但是不一定像中國人那種政治 搞到血流五步 血流成河 家散人望